浮頭英文學靈俗 傅僧廖師,各位提供師,各位健康,各位大家晚安 時間歸你很快 一百塊一年 任成年又開始 所以今天是我們這個蘭花經 青年度第一次 開始我們來互相學習 這個蘭花經 事實上獲學懂得也不多 只不過抱著學習的心情 學習的態度 跟大家來共參 裝置的一些道理 希望在我們修辦道 有一些正確的理念 還有提升我們自己修辦道的一些工夫 大家度理都聽很多 不過就是要能夠應用 經典如果聽很多 我們不照經典的道理在學地在修 那時候就所知葬 地性而已 不是真的人生的學問 都也不是一支嘴而已 都也不是說的而已 所以 政治的含意很親切 他們是方外之人 他說的都建成的道理 都跟庭庭主言的道理 一樣 所以 你看那個文綺裡面 他很有比例 希望說我們在這個言外之意 文綺以外 貼回他說的道理比較實體 因為 住該鄭庭有很多本 像我們手上的課本也有 貨學跟各位講 也許有相同也不同的地方 不然都做參考 沒對得不對 大家來探討 也不見得說貨學講的一定對 也不見得說 我講的 別人講的都不對 不見得 現在就是說 大家來所議會的道理 我們了解 大家來互相學信 時間也很快 貨學跟大家來結緣 研究藍華精有 兩年或一年 兩年 那也很快 今天都不知道會完 不會完 我不知道 儘量講 有時候要快 不快 有些文章 也要把它懂得意思之後 那些道理才能夠了解 上一次講到哪裡 現在開始再講的是什麼 開始講的是什麼 現在又另外一題就對了 這樣 這樣 團隊說 從降使之旗那邊開始講 他都用故事在比例 大家慢慢看他莊子怎麼講 所以人間世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 在這個人世間的處事的道理 怎麼還沒去受到傷害 我們以前說幾個 的鄭主都他們幾個的那些 所編出來的事情 讓我們去看他的道理 現在我們今天再繼續這段 我們要開始講 講 降使之旗 自乎屈嚴 建立色術 旗大壁 數千牛 說 節之百為 齊高林山十任 而後有之 齊可以為周者旁實術 官者如是 降伯不顧 歲賢不錯 我們先搭到這裡 說降使之旗 現在他再說一下 說 降就是 木降 那個使齁 是長安的名字 他的名字 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名字叫做食的木匠 叫做降使 知齊 知就是王的意思 要去哪裡 就是說有個陌生師父 他的名字叫做酒 他要去街國 叫做降使之旗 自乎屈嚴 自乎就是道了 到這個屈嚴這個地方 建立色術 建了就看見 有一棵 被奉為 色神的立術 這 立色術 看到 一張 被尊奉為 色神 雜木 那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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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一棵 被奉為色神的立術 立術 立術 這棵 就是 在那個 色檀 神廟裡頭的 一棵 一個什麼 雜木 這個綠色術 是一棵雜木 這個綠色術 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本地所講的榕樹 啊 榕樹 實在是沒有多大的用處 要來做 做那個 那個 做木材 要做工具的東西 比較沒有那個效 比較沒有用度 榕樹 是沒有多大的用處 但是 他說 一棵 那榕樹 如果很大棵 也可以給人成糧 乃至作為什麼 廟前的一個標誌 所以叫做色術 這棵 綠色術 多大呢 齊大壁 壁就是遮壁 數千牛 就是說 他那個樹印之大 手腕 多大呢 可以遮壁幾千頭牛 齁 這棵榕樹 綠色樹 很大棵 齊大壁 數千牛 就是說 可以 可以讓幾千架牛 幾千頭牛 齁 在那個手腕 去美穩 你說它沒有路線 也有路線 齁 你如果說 要做起來齁 說如果要做起來齁 要做一些 那個器具的東西 是比較沒有作用 但是齁 它的作用 可以在那裡做 那個 在那個 神廟社壇的旁邊 做一個標誌 啊 人啊 牛都可以在那裡美穩 也有它的作用 齁 截之百圍啊 這個截就是肚 測量的意思啊 跟圍起來 跟牛開 多大啦 他的那個 這個手腕齁 這張綠色樹齁 他的那個樹木齁 他的那個樹幹齁 截之百圍啦 我們常常說 一圍剛好是多少尺 一圍就是一尺啊 一圍就是一尺啦 一圍就是一尺啦 啊 一圍就是說 我們用手把它撕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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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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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綠色樹的那個 樹幹齁 百圍啦 就是說 兩尺這個樹幹齁 有百尺之粗啊 有幾百尺嘛 是不是 一圍就是一尺嘛 啊 百圍就是百尺 一百尺這樣 哇 那好多好啊 你看那圖長 很多 這是大小的 大小的 不得說 綠色樹的 非常多 百尺之粗啦 齊高林山 你說他多高 你知道不 樹梢 如果說樹梢 就是他的樹梢 所以 高達山頂的就是齊高林山 好不像山 林山就是講到說 他的四艘高達山頂 山頂起來就是很圓 我們像一艘山 十潤而後有之 古早時代 宜潤是幾處 八丘 十潤就是多少 剛才八丟 現在十丟一丟嘛 他說十潤而後有之 就是離地巴掌以上 才開始分生那些枝幹 這裡又分尾出來就對了 離地巴掌以上 你再看他多圓 我唱尾 像頭到山頂起來 離地巴掌以上 手才再分枝 不然他家裡有很多米粉 米可以整千枝有的 這個鄉主也很過分 他都做了 他們的文章就是這個樣子 意思是說 這棟 這棟離設施 很大棟 其可以圍桌的 龐石樹 可以造船 圍桌就是 他說 如果要做 如果要把他做準 他說旁邊的湯汁 就是 拖出來的那個花音機 時數就是有十多機 你看他今天花音機就有十多機 套起來那個大棟可以做準 造船嗎 可以圍桌 你看他 你形容 這棟立設施 好大好大 這樣 觀者如是 看的人 四個四級 那像蔡市那樣老闆在看什麼 以前古早時代有四級 我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在江山 牛肥有的市 什麼東西都有人在賣 那就是說古早時的市 像說一個 像一個 一個 那個什麼樣子 感激的地方 賣很多東西 很多人來來公公在外賣麵東西 他說看的人 像四級一樣多 像一個蔡市那樣 市長在那 大家稍然看看 可是 將伯不顧 木匠 就是這個匠 不顧就是 雌不肯多看麗言 顧就是看 根本連看都不看 大家看到這張柱子這麼大張 穗行不錯啊 不錯就不停止 一直走都不停滾 連看都不想看 一直的往前走 根本沒有停下來 一直往前走 外行的看著這張柱子讚嘆 但你這個降伯降死 連看一眼都懶得看 一直往前走 根本連腳步都沒有停下來 地址驗官之 這個降伯降死後面有金水的學生 得住 驗官之 這個驗就是竹 看得百就對了 就是在那看得看個過 他的徒弟 地址 站在樹旁啊 真的是看了個過 就看了 看得不久了 左極降死也 就是說 然後趕 趕上 這個匠人 匠人 匠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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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区 這個匠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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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那個器具嘛 啊就是斧頭嘛 自從我爺爺爺這個波頭 斧頭啊 斧金就是斧頭 以誰夫主就是跟隨老司律 為常見財 如此其美也 他說 從來沒有見過 這樣高大又美好的木材 他在跟他們老司說 自從我拜老司做師傅 開始學麥犬拿這個波頭以來 我將生麥犬都沒有看過 有這麼高大 而且木材又這麼漂亮 美好的一棵樹 很讚嘆 可是先生不肯試啊 行錯行不錯何也 你不肯看一眼 意思是說你連看都沒有看 行不錯 繼續往前行就行不錯 何也為什麼呢 這個地址 這個地址 就在請教他們老司這個匠子 你看看他們老司怎麼說 這個匠子就講 他說以以以以以就是算了吧 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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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bricks 不要再說了 花木啦 不是文木喔 是無路營的草子 要做 要做出來做東西齁 無路營的東西啦 所以它是一種散木 所以你要說這張草子齁 別再說啦 它只是一棵什麼 無用的樹木而已啦 以為桌則存啦 存啦 用它來做船齁 會點下去啦 無效啦 以為棺果則似乎 如果要用來做一棵棺材 棺木 棺果就是棺材啦 如果要做棺木 以前做棺木 要喝茶 是不是 像以前做棺材 要喝茶 都要生木的 棺木的 他說如果要做棺木 則似乎 就是顯快會什麼 匯符爛掉 茶很容易爛 以為棺則似乎 如果要用來做棺木 也很快會害耶 毀掉 壞掉了 以為門復則義滿 如果要用來做它 用它來做成那個門板要做門 則義滿 義就是那些 那些 這種東西會出油啦 液體的東西 義滿的意思就是說 又有那個油狀的義肢啊 會流出來 所以這都不是好的東西 他說喔 別說了 如果說這棺利設施 實際上它只是一棵沒有用的一棵散木啊 沒有用的樹木而已啦 要用來做的東西都不會用棺材 那如果以為住 則渡啊 那個渡作渡 那要用作汙渡 汙渡啊 渡的汙渡就是說 我們的梁子啦 以前的家庭是不是 我們現在比較沒了嘛 那家庭是不是 中間有一棵梁子 我們如果說 我們開家庭的時候 這棵梁子放中間 要看我們 就要很謹慎 那邊啦 所以說這個利設施 如果要來做汙渡啊 要來做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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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汙渡的時候 他說 就會顯示 被蟲助空 就是說 衛生助蟲 就是很容易 那棵就要 那棵最重要的 那一隻後期的時候,那一隻就把那一隻砰掉了 那一隻是吐掉的污漬 所以說是不柴之木 它是不成柴的雜木 它是不成柴的一棵雜木而已 無手可用 意思就是一點用刺都沒有 很沒用,你也看它大張 它很沒用,沒什麼用途 故能弱勢之獸 所以能這樣的長壽 就是沒用 沒用才能 才能這麼長壽,這麼長壽,這麼大張 如果沒用,帶就能弱勢 就是我們來看這棵木是沒用 它是一棵雜木 閃木而已 所以就是沒用 所以 故能弱勢之獸 所以 它才能這樣的長壽 現在又刷下去的時候 它才說降石龜 這個降石 回到家裡 麗色見夢也 夢見麗色是對他說了 那這麗色見夢 就是說 那麗色見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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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辱江污 污漢 污漢 鼻漢 鼻漢 污就是泥 你要拿什麼東西跟我相提並論的 意思就是說 你有什麼跟我可以好比的 如果說你 意思是說 要跟我比 海藻 你拿什麼要跟我比 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 意思就是說 不可能 意思就是說 要跟我比的時候 海藻 所以乳漿烏乎比 烏乎哪裡 拿什麼 你這樣拿什麼來跟我相提並論 你是要拿什麼跟我比 你沒有一個人跟我比一下 好 他嘛 他說他是雜木 他跟屁姓說這樣 這你設事不是 那像我說 真有靈通 他知道 那就來跟 在網中說 如果說你沒有 我說十六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拿什麼跟我比 肉漿比於文木爺 你如果漿的打算 你打算拿那些 比於文木爺 拿有用的文木來跟我相比嗎 文木就是有用的術 這文木 所以文就是什麼 美意思 文是善的意思 你打算拿那些有用的文木 來跟我相比嗎 肉漿比於文木爺 他說什麼這個文木呢 他裡面就說 他裡面就說 齒裡極右 果瓜之俗 食手則薄 薄則入 大支則小支蟹 除以其能 苦其生則也 他說這些文木 就像什麼 齒 齒就是山楂 梨的梨子 橘的橘子 柚的柚子 柚的柚子 他說這些文木 比如說 山楂啦 梨子啦 橘子啦 還有什麼柚子啦 等等之類 這是什麼 果瓜之死 果瓜就是瓜瓜類 死的類 就是這種瓜瓜類的東西 對這裡都可以生這些瓜瓜 來啦 很有用的嘛 每個人都要種 種這個來修行啊 他說 食手則薄啊 食就是果實啊 熟就是成熟啊 矽子生這個了 就會被剝落 意思呢 被栽齊 就是去扛掉了 齁 他這些東西生出來後 如果生性 矽子生性 成縟喔 就讓人齁 去居齊 但他斬下去 他就被剝落了 剝落之後呢 剝則授 並被授下來之後 過時被栽下來之後 死枝就會遭受者計 甚至要僭威僭卿 對不對 爐night 熟 물 排 Del Bro 就會摧毀的意思 大枝則小枝 他說大 hyvin 得大 窈� 會被折斷 被砍斷 如果小隻蟹 蟹也拉蟹就被拉走 比較小的東西 那個蟹就是有一種蟹氣菇 蟹到蟹氣 就是手機就開始乾了 乾了要煎掉要拖走 要拖走 所以說大雞要煎掉 小雞也煎掉了 那個蟹就好像菇竿一樣 就被拉走了 不但規矽漫掉 連手機大小機都要煎掉了 此以其能苦其生則也 此就是 以其能 因為他們會顯示他們有才能 就是說這些文母 就是因為他們有其才能 此以其能 苦其生則也 使自己的生命 就會感受痛苦 對吧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個災靈 所以 他們就使他們自己的生命 會感受到痛苦 此以其能 苦其生則也 苦其生則也 因為他們會感受到痛苦 所以 這個歷色是 你把這個匠士這樣說 你是要拿文母 來跟我比嗎 他就比這些山楂 極子柚子 這 過過過路的東西 生息後 放斷掉後 手機也要接受摧毀 這就是 表示說 他們有才能 所以使他們自己的生命 就會感受到痛苦 故不忠其天年 呃 忠到妖 所以不能想盡 自然的壽命 不忠其天年 忠其天年是不是享受自然的壽命 不忠其天年就是不能夠 而忠到妖 所以變成 忠途妖者 短命而死 所以說很快就 世命無辜了 是不是 他說 自剖極以數十則也 勿莫不若是 這個剖極就是大極 這個都是由於 自己都會顯露 顯有才能 顯露自己有用 所以會受到 世人的打擊 這個自剖極就是說 你都是你自己 顯露你自己有用 才會受到世人的打擊 這個都是自起的 所以這是自剖極以數十則也 所以使得 世修的人的打擊 把你摧毀 這是你自己自己 又能怪誰 自剖極以數十則也 這個聽得懂嗎 知道齁 勿莫不若是 萬勿無不如此 萬勿心情這樣 對一個人不這樣 就勿莫不若是 事得如此 所以說齁 有時候你看看這段 你跟我們講 就是說 你看看這綠色紙齁 沒有用 沒有用反而很有用 所以太有用了齁 苦了還是自己 所以有時候齁 你不要說你太厚了 很厚了 你痛厚裡面 有時候齁 你自己齁 這個是自剖極以數十則也 這個 這個苦子 你自己找來的 所以 正處在人間社裡 身上就是 在這裡開始跟你說齁 有時候齁 他說 叫你那些表面上 看起來 我們是沒有用的 你不要想過 你真厚真有用的 有時候傷害到你自己 所以不要太厚了 就剛好就好 現在我們不是齁 大方都很出風頭 對不對 是不是 要建光石 所以想到就是什麼 比較傻 沒關係 你看看這個綠色紙齁 能夠活這麼久 有一頭的獨立 人間宿理念 所以比較傻 我反正你能夠明德保身 身過聰明的 這幾年裡面 我告訴你 越壞命 越造詩 所以在這裡有時候在想 人家講個笑話 當太太 有時候齁 藍一點 也蠻不錯的 我先打拼 那個群頭會造詩 因為所有有用的東西 都是因為有用而死 你太會有用的 所以齁 都那個 有在做的 建造的那個 會要做的 打拼做的 那個會造詩 那本拼的人 他就說 阿老闆你去做了 所以太太有時候 比較本拼 建造的 不然 錢金做的也好 不然 太太做咖啡事 老闆都在那裡 翹膝蓮嘴唇 太有用的話 真的也笨 太笨了 太閒露你自己有用 到那裡做到老冰 嚇到老冰 你也能幹 你就累死 是不是 家庭也一樣 不然這樣 所以我們當時要不要自作聰明 虛假 好自用 自己太有用的話 實在是笨 重點這是 夫妻是互相的 所以我們也不能讓太太做到身體 對嗎 我們也做樓台去做 在陷害到那裡 這樣也不行 所以這意思就是 太有用的話 也是一種自我自己的傷害 所以有時候 不能太聰明了 不要顯得太自己有用 後面這些都有很多 小朋友有很多 有時候有一些問題麻煩 都自己找來的 因為你很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要錢秘莫化 在家庭也一樣 不要太出風頭 應該做去做 所以量力而為是很實在的 不要這樣強出風頭 還要自作聰明 限要自己 這個反而 也不是好的 下面很多典故都這樣講 且以求無所用可久矣 可用久矣 這綠色術他就說 且以求無所可用久矣 求得他呢 祈禧啊 我祈禧我自己無用 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也希望 我做一個無路營的人 有時候就動不掉 不做不行了 他說 綠色術他就在夢中 把這個匠師說 以求無所可用久矣 我祈禧我自己可以無用 已經很久了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即使幾乎 全被砍死了 無路營才可以滑下去 因為你有時候 你如果稍微看無路營 人隨時把你撤掉 他說 我能夠存活到現在 這個是我期待好久的 我就只能夠這樣才能夠長壽 但是這個過程也不是那麼簡單 他說 他說 這個中間也有幾次 鮮被砍死 也有幾次 鮮被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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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不是這麼多孫 乃今得之 乃今得之的意思是 如今得以保全自己 所以說 我不是這麼多孫 我要求一個無用的功夫 我哪 中間幾度波折 也會彷彿 但是我才有今天 能夠存活下來 保全自己 唯一大用 這個就是我的大用 你說我無路營 我無路營 無用才是大用 這個莊子在這裡提示 我們這本世間人 我們知道說 有用之用才是用 對不對 莊子剛好 說最煩 說無路營 這麼大用 無用才是大用 你日年你真的有用的話 就是 點到 點到 只短命而死 你要看像這個綠色寺 就不容易 所以 這就是你說明 這個樹神 這個綠色寺這個樹神 夢中告訴匠師說 我受到 我受到 也是要能夠達到 一無所用 百無一用 受到就受到無路營 所以受到就叫你 要什麼 要亂亂受 不要行過聰 聰會受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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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我受到 能夠達到無用 這個道就正果 太有用的話 洗肝裡面 你就緊在股海裡面 所以受到裡面 你要看 退後一步海溝天空 別把洗肝裡面 放不下 你爭我團 你爭長團 告回來的時候 就下場都不好 他說我今天可以受到 每個都無用 我這個道就正道了 但是我現在也要受很久 才能到達到 我不是那麼簡單 意思是說這樣 我中間也有很多的危險 幾乎被砍掉 最後總算做到無用 所以現在 你看看 這個射神 在這個廟邊 每天都有人來上香磕頭 這不知道多少人 這個就是我的大用處 你不要沒路由 你看看 今天一來看 我這張射 這張綠色師的身 大家造型 你跟他挑白 你看 這個我是修很久 不是一天兩天 能夠幹得到的 你看我這個功夫 也是修得很久 意思是你把這個 這個匠師這樣說 他說 他說 屬於 屬於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也 實在假使 如果 屬於也而有用 如果我是有用之財 且得有此大也也 能長得這麼大嗎 且得肉已已皆有 而且 並且 肉已已皆有 並且 肉已已 肉已已 你跟我 你跟不 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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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事做人 你也無 我手 我也是無 你是你嫁我多少 你是你贏我多少 你是你贏我多少 他說 並且 如果以天地萬物來共性 我們是平常的 你跟我都是物 總歸都是物 皆有 奈何在其鄉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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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物 又來評論我這個木頭 我這個物 他說 怎麼不看看你自己呢 他說 他說 奈何在其鄉物 鄉的 看待 意思就是 你我皆是物 為什麼你這個物 又來評論我這個物 說我是一棵雜木 你這個物要評論我這個木頭 其鄉物也 怎麼 意思就是 你還評論我 你看你 你怎麼不看看你自己 你是什麼東西 意思是這樣 很不容易 你說我是一棵 一棵散木 我們都是平面是物 對不對 奈何在 為何啊 你偏偏又來評論我這個木頭 是散木 你怎麼不看看你 你自己沒穿看你幾秒鐘 你是什麼東西 你也不是物 你也不只是 你也只不是物而已嘛 他說 即使之散人 你這個快要死的散人 意思就是 你說我無路營的木材 你也是無路營的人 即使就是快要死 又污之散木 怎麼會懂得我這個散木呢 他說 如果你說你也是黏在散木 我多比你更長的 對不對 我多多長的 這麼大 對不對 你反正比我還要散木 你哪有什麼諸葛論我呢 你看看 平衡倒回去 這讓我們去想看看 這些獨立的 真注意 所以這是夢中 裡面 這個綠色寺 你跟這個匠師說 你是幾死之散人 你這個快要死的一個散人 就是無路營人 你說我無路營的 你比我還無路營 你是果然地要死的人 又污之散木 怎麼會懂得 你怎麼會瞭解我這個散木呢 你怎麼知道我是一個散木呢 你不要碎落我的天機啊 降時節啊 降時一醒來 兒整齊夢 這個整是告示 把夢啊 這個夢中的情形 告示什麼 告示他的弟子啊 弟子的曰 弟子的共 去取無用 則為色何也 意思是說 那個綠色寺齁 他的意義啊 他的內心的意思就是 去取無用 去就是 直接啊 就是緊急啊 他擊球無用嘛 他直接就是 要達到無用 就是去 去的直接的意思 就是擊取啊 擊球啊 他最要緊的 就是能夠達到無用嘛 這為色何也 為什麼還要做色術呢 他既然就是說 每個無用的話 那偉心要再做這個色術 好像他 那為百姓名很有用啊 顯露他的才華 這弟子就問他這個將士 他老師啊 那這個老師就講了 密 肉無言啊 密就是說 噓 密密啊 欸 一直說噓 不要講不要講 肉無言 你不要再說了 他說噓 筆一直祭煙 以為不知己者過利耶 筆就是說 這個綠色師啊 一直祭煙 直就是呢 主不夠啊 他就是什麼 寄了寄託神社而已啊 他說你不要說了 他說這個綠色師噓 他就是說噓 他刀過於什麼 是寄託在神社的旁邊而已 因為 因為讓人們動作說 他是神啊 有這個綠色 有神啊 所以喔 他才不會去做刀 直祭煙 他是寄託於神社而已 以為不知己者過利耶 以為的引來啊 不知己者就是說了 說 不了解他的人啊 對他一種什麼 過,過就是過罵 你就是一種批評 所以不知己者說 其實喔 他說 這裡的爭主就是問這個匠師 問那個老師 他說他說 他說他要極其無用 啊 為什麼要 要去做一個社宿 就是說在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神社的旁邊 意思就是說 他是怕託在那裡 不知道那些人的心 因為他說他還是 顯現他很有用啊 其實不是 他說不為色者而 姬有減乎啊 齁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做色事啊 如果他不在神社的旁邊啊 且姬有減乎啊 姬就是爪啊 爪就被人家減乎了 齁 所以說他今天如果沒有在這個神社的旁邊的時候 也早就被人家湊掉了 所以他呢 他是呢 他是寄託在神社而已 啊所以不知道說 人家來覺得說 這張牌子有神啊 啊 所以很多人在拜啊 他不知道能夠多久 啊不知道的人夠罵他 啊 他說不知己 他會引來呢 不了解他的人啊 對他一種基評啊 認爲他是在神社旁邊在獻要自己 不是 他是呢 他是這樣的時候 他才能滑那麼久啊 他不是在獻要自己啊 他是在無用啊 無用裡面 他挖神社的旁邊的時候 他才能夠什麼 才能夠不會被剪除掉 才不會被砍死 他說且也比其所保以眾議啊 而以異以 而以異之啊 不異遠夫啊 且也就是 比就是這個 他的意思啊 就是說這個 綠色式啊 其所保以眾議 他用來自保的方法 以眾不同啊 其所保以眾議 意的不同啊 他要自保的方法 有時候齁 跟一般好像不一樣嘛 對不對 他是故意寄透在神社旁邊啊 所以他 用來自保的方法是以眾不同啊 而以異意之 是異的常理 你用常理來談論他 異就是談論 你如果要用一般的常理喔 來跟他談論的時候啊 不異遠夫啊 不也離題太遠了嗎 意思就是說 他的 這個 自保的方法齁 是以眾不同啊 你如果要一般上的一般的常理 來推斷的時候啊 就會離這個題太遠了 所以不知道說就說齁 這個 在這段裡面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綠色素齁 有一套他自保的方法 他自己沒有用 但是又故意在神社旁邊 所以齁 你說他沒有用 為什麼要寄託在神社旁邊呢 就有他一套的一個自保的方法 所以你用常理來 再討論他的話 就離題太遠了 不異遠夫啦 就是跟他的意思又差很遠 所以人生齁 你有用也倒楣呢 神貴有用是不是倒楣 沒有用更倒楣 你不要說這樣呢 在這裡說沒有路由有路由 我們在這裡說自己想不想 是人世間 有用也倒楣 沒有用更倒楣 所以要做到什麼 好像有用又好像沒有用 就恰到好處了 其實齁 什麼叫做有用無用 該有用要有用 該無用要無用就對了 不要沒有路由的東西 不應該你出頭你出頭 應該出頭你不出頭 這樣就電腦頭病 所以要做到好像有用 要好像沒有用 應用之妙要存乎一新 是不是 所以才是沒有用的大用 是不是 所以要能夠善用 要能夠善用 有用無用 該有用的時候有用 好像有用又好像沒有用 這個就是善用 所以說 不知善用者其功必小 其他東西 你如果能夠善用的話 那個功才會大 你像 一般人說大而無用很可惜 就是善用 如果一間房子蓋得很大 都沒有路由 哪有用 那像我們家庭 蓋得很大 很大 不能夠善用 而且要什麼 要 染用 不能惡用 不能染用 要靜用 所以無用在這裡 跟你說無用才是大用啊 這個無用自用是善用喔 所以不知善用 這就是 努住在這裡說的時候 就是說 人世間就是 說 在獨家裡面 你看看 都曲折全 取責權喔 你看看 沒有路由 所以我們要受到人 不要插插機靈 嫌要你很有用 要韜光養晦 看無路由 但是我們在無路由中 是有大用喔 那一般人 覺得他做路由 沒什麼路由 他都做無路由的工作 所以這樣子的解釋 是你說明 色術 這個綠色術的 韜光隱晦 連那無用為用的 治錢之道啊 他也不願為人所知呢 為人此事也是如此 世大會招風喔 人怕出營 豬怕回喔 所以我們喔 修圖不能為了一個苗 能不戒勝恐懼嗎 所以修圖喔 不知道說話說 甘無生來一日無 專品心意用工夫啊 是不是 內德很重要 無路由裡面 在韜光隱晦 韜光養晦 所以我們修圖裡面 所以我們修圖裡面 所以我們在說話說 不要呢 誇耀自己 鮮耀自己 所以修圖裡面 要神光內涵 不要賢多在外面 不要賢多在外面 所以我們在說大而化之啊 很重要 不能說話說話說 你說大的那一條人 你還能夠縮小自己 所以有我不多啦 沒有我賢少啦 如果不要造成有你賢多沒有你最好 那搞得一塌糊塗 這是第一段喔 我們再講第二段 這就要跟你說無路由 啊無路由 你別說真是無路由 無路由 無路由無路由的獨立 南博紫棋啊 游富商之秋啊 這個南博紫棋齁 到商秋這個地方去玩 游的他們 賢游 見大木煙 會這樣 看著一張很大張的詩話喔 見到一棵 見大木煙有益 你看那個 莊子的文章是怎樣 見大木煙有益 見到一棵出奇的大事啊 這煙有益啊 這棵 這個大張詩話會出奇的大 還有益 齁 出乎意料之外的大 真的有意思說多大就多大 多大呢 結四千聖 飲將必其賴啊 這張詩話齁 下腳可以看到 這個四千聖 你看 古早上齁一台買車 整隻買禮堂 四隻 接下去合啊 結束千聖 他說齁 這張出奇的大樹齁齁 結束千聖 能夠飲將必其賴啊 這個飲就是什麼 飲時 鼻子 在那裡休息 這個鼻 這個鼻就是什麼 鼻齊賴 賴就是印 意思就是說 隱時在樹下 樹印之下來呈涼 賴是印啊 所以讓人在那裡秘印啊 就是必印啊 所以鼻齊賴就是必印啊 就是說在那裡秘印啊 鼻子很大齁 可以在那裡秘印啊 鼻齊賴啊 營的休息啊 啊如果結束千聖 千聖 一生四隻買 千聖到四千聖 可以在那裡秘印啊 你看這張鼻子有大大張啊 那張主人怎麼超過本啊 他剛才那本這個又沒理 現在這個本很大了 可供千聖的馬車 能夠隱時適應下乘涼啊 喔這藍柏主席看了 在藍 這個桑丘這個地方的時候 看了一張出奇的大樹齁 可以 讓 幾千聖的買車齁 在這個桌上去秘印啊 紫棋A啊 藍柏紫棋他就說了 此何木也知道啊 這是什麼事啊 這是什麼手木啊 這麼大張 此必有益財夫啊 此的意思是說這顆樹啊 必得一定 有益財夫啊 有他特意的財質啊 所以我們曾經流行一計畫 奇才益能啊 就是等這句的成語來 奇才益能就是等這句來的 我們這樣做文章說 這個人啊 他的能力他的這個財靈很好齁 形容是一種出琴拔裂齁 喜才藝能 就是OSSTALK 很有財化啊 技才啊 還有特殊的一個 特別的能力 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是說 這個紫棋就是說 此何木也是什麼手木啊 怎麼有這種特異的材質呢 可是 仰兒勢其細枝 仰兒也抬頭了 抬頭一看 他的細枝就是他的手機 這全其而不可以為棟梁 全其就是彎彎彎彎 我看這張柱子是很大張 不過仰兒坐著看他的手機 算是彎彎彎彎 不可以為棟梁就是說 沒辦法做大娘 扶兒勢其大根 扶著頭低下來 低頭 看他的大根的樹幹 仰兒看他的柱子 仰兒看他的樹幹 著著節而不可以為棟梁 什麼叫著著節 著節意思就是說 他的手心 他的手木的木心 都分裂掉 而且那個木紋都閒散 不密集 而不可以為棟梁 所以看到木心裂開 根本就沒辦法做這個棟木的木材 四其葉 四的是田 你用舌頭填他那個葉 則口爛而傷 填他的葉子 嘴巴就會潰爛受傷 四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嘴巴就會潰爛 還會受傷 秀之 則死人狂乘 三日而不移 聞他的氣味就秀 拼了這棟棗外的棵梨 拼死人狂乘 那個乘是酒醉 會讓他拼的味道 會讓你人的水 狂醉 三日而不移 就是說 三天還醒不過來 那氣味 像那邊喝熱酒有那麼吃辣的 你如果像我們現在 騎機車 塞車哪去 就沒有喝酒去拼到 三日而不移 整治你說的 真的 那不是幾個大家做工 對不對 紫棋 紫棋就說了 此果不才之木也 這果真是不成才的樹木 以此其大也 所以才能夠長得這麼 巨大 這麼高大 就是不成才的樹木 才能夠長得這麼高大 接乎神人 以此不才 這句話 講到到這裡的時候 鄭主就散了 唉呀 接乎神人 怪不得超然物外的神人 神人是蜈蚣 開孤見性 心人是說本性 我們的願神 已經開孤主性的人 所以聖而不可之才為之神 怎麼呢 也是這樣的顯示自己的不才 開孤見性的心人的心 余楚不才 也是這個樣子 他不會自己說他真厲害 也不會覺得他在哪裡 哼 鄭主在看道理 看得夠了 把你拐個彎 所以 在鄭主的道理 是因為 會認為 虧死我們生命出神入化的神人 他教的同學 因為神人無功啊 不會顯露他有什麼 他有什麼特殊的功能才華 所以神人 其實你如果佛經裡面 維世寫裡面就是 第八地以上第八地叫無功用地 因為神人無功啊 所以第八地叫無功用地 已經是超凡日勝的 不是第七地遠行地而已 他是第八地無功用地 無功用地之後 才能夠 沒有格式之謎 清清楚楚 神人 開孤見性 所以這種人來不會退轉 所以藥家裡面的道理就是你比例 上天生這一棵樹 木材 是亦無用處 但也大有用處 所以這棵樹沒有用 可以多這麼久對不對 他的樹木的樹木 可以利 幾千隻的買車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故事說 一棵大樹的木頭好像沒有用 但可以做神木啊 是不是我們頭一個故事 你說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藍波子奇講這個 第二個故事嘛 第一個故事是講那個 這個綠色寺 是沒有用 但是可以做神木 現在這一棵樹也沒有用處 但是也能擋太陽啊 遮復天下的人啊 是不是 你看他整成這樣賣車在那邊不簡單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乘涼啊 看是沒有用啊 的樹木啊 但那也不是很 那也不是 最偉大的樹木嗎 你說它沒有用 但是實在是最偉大的樹木 所以正主在這裡是在比例 這種的樹木是奇才藝能 不是普通人做得高的 他形容這棵樹木是奇才藝能 所以說這種木頭齁 在一般在 人的 在人裡頭裡面 對我們人來說 這種木頭對我們人來說 他是當皇帝的人 他奇才藝能啊 你看 風鐵教授 古早時的 前生的賣車 是不是 祝福到多少 百姓而已 前生是風鐵啊 所以正主是在比例啊 這塊木頭啊形容是奇才藝能啊 如果以我們人來說的時候 這個木頭的料齁 是當皇帝的料 你如果看他沒露營 沒露營 他不用有露營 做風鐵不用有露營 他很沒露營 但是他可以用人就好了 如果有露營的時候 他會做事 做風鐵不用擔心 他可以用人就最厲害 做雄民的領土人就是這樣 你想到 無意好主用 所以拿這顆木頭 以我們人來說 他是當皇帝的人 本身是義無用處啊 但是他只有一個本事 就是什麼 大家可以躲在他的下面來乘涼 這個就是大用 我們像漢高做老邦啊 他就是 我們像這塊的木頭一樣 漢高祖劉邦 早年的時期 少年的時候 不是喝酒的叼郎當 沒什麼出團 實在是不成財 可是他只有一本事 就會當皇帝啊 是不是 雖然本身不財 我們不財才是專財啊 專門會用人嘛 我們像蕭和啦 丁農啦 一個漢信 丁農這些人才 才能得到天下 他曾經說過 應酬為毆 不如張良 但是帶兵 不如什麼 韓信 但他真的是 實在會用人 所以做靈度這些人 沒有用 但是可以用人 這是他的專財 所以這個木頭 不是普通的木頭 是說過五分 休息在這裡 下面再繼續 所以不知道說這也有暗示 就是說 像這一棵木材啊 他 雖然沒有用啊 自己沒有用啊 但是 像房 像房地的一塊材料一樣 會用人就好 自己沒有用沒關係 所以會用人齁 也要用對人 所以 有幾點 勇人齁 做參考 第一個叫釋人 要釋人 釋人 要拔人 所以人家說 人家如果待在看面就知道了 要釋人 東西齁 宋調的時候 發生有一個單團 有沒有 單團 有人說這單撲 他是宋泰宙的軍書 因為當時他丟空音 他是可以個人作戰 但是他沒有建設 所以 所以這個丟空音 宋泰宙 泰宙軍 做風帝 工夫最好 立法風帝 是丟空音 無重出身 他 他就是 購雲 真的可以作戰 但是他沒有建設 所以到時候就丹團 團收兵法後裔 他知道這個人會做風帝 丹團就看他出來了 他四人 所以 他都要團兵法後裔 所以在城橋兵變後 就空音就作風帝 但是他作風帝後 曾經 他前後兩部貨車 載多少 載320坦 的貨車 送給什麼呢 送給這個丹團 表示感恩 用兩台會車 前後 三百二十坦 但是很奇怪 宋朝後來就分南北宋 但是連帶合計起來 剛好三百二十年 這種歷史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爹爹是世人 第二個要愛財 我們就是祖祖 很欣賞 關老夫子 還有誰 雄山丘朱龍 白袍將軍 你看丘朱龍 雄山丘朱龍 可以說派阿道 殺出萬天尾 所以說他這樣 為了叫他的小主 出生入世 叫阿道後 先去撐老鼻 老鼻整個月 從阿道撐在旁邊的時候 誰手向丘朱龍打開 他說 我這個無路 無路營的 小子無辣滴滴 這樣犧牲給他 這是一個 對 對著這個丘朱龍裡面 會非常感恩 所以 所以 這個丘朱龍的心 辛丹高秋華 中斑坡以前 對付二十萬的 台書 大軍 好好有名 聽說 兩名一天 台二十五十七位的重量 三千多名的 兵書 一個人對抗 你看他多用 所以你看 做出 想想在這裡 欣賞他們 對關老夫子也是一樣 是不是賺錢就要贏 關老夫子還是 還是不接受 還是離開 所以他愛財 所以要知人 也要知人 知道這個人 要適才適用 要適才適用 人才如果擺錯位置變擁財 要擁有人才才贏得未來 是不是 你要知道這個人才 但是要用在適當的位置 所以 人才擺錯的變擁財 發揮不了功能 又過來要容忍 又過來要容忍 你要用人要容忍的啞亮 那像國父村中山先生 詩的心 那個借墊 主記者是我們的 蔣公蔣介石 託借文的是什麼人 周恩來 你看 那個時候 以前國父詩的時候 那個主記者是蔣介石 讀記文者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20世紀史學家公稱的 二十世紀的第一宰相 你看 那時候我們當時說這個國家不要分裂的時候 有容忍的時候 大家合作的時候 這個國家就很有監督 還要留財 如何留置人才才才是功夫 所以有很多人才在裡面 在這個環境裡面 這個團體裡面 沒有辦法容忍他的話 就留不下來 像我們這份一樣 很多人才外流 人才如果沒有像我們土中也一樣 你會用忍 你這個典傳師 領導者上面的人不用你 你會讓將士用命 各盡其財 哼 不得了 貨聲煩惡 像那些老闆一樣 小虎、長榮、憨信 是不是 他們怎麼就好 做上民人不用了 做上民有得行就好 有得行有得行 如果翻頭回來 如果精明又能幹 你就別想當這塊木頭 這塊木頭你當不上 這塊木頭是沒有用的木頭 可是這個料 不好當 所以說你若是精明能幹的人 你就只能當什麼 學者 工程師 總經理 董事長 對不對 給你去發熱 不然 不然頂多得到博士 那個勝了不起 所以莊主比較敢提示 這一顆奇才的大事 他可以 節世千聖 而千聖之國 乃天子之邦 所以說 貴為天子的人 才有這個本事 這是講這個意思 好我們就繼續講 宋有經事者 宜秋薄傷 其拱把而上者 求激活之意者展之 他說宋有經事者 宋國經事那個地方 經事是一個地方 宋國有一個所在叫經事 那個地方 宜秋薄傷 宜的事宜 學合 種什麼的呢 種秋薄跟傷 等等這種事木 不過呢 奇拱把而上者 求激活之意者展之 他說奇拱把 他說當這些樹 長到有一把 或者是兩把 拱把就是說 手 合起來叫拱 合起來 就是一把 手這樣一把 咪起來沒有 手這樣一把兩把拱把 樹長到有一把或兩把 那麼粗大的時候 而上嘛 一兩把這樣 手掌 我們的手合起來的時候 有十八大 那個大的時候 求激活之意者展之 那個意的木酸 木樁也可以 就是說 要做絲活子木酸的人 就把他砍走 這剛好 這樣來做下映的 一兩把做木酸 做木樁 來 在 要試那個活子 那個活子的時候 那個 暗君的時候 剛才用這個 一個口子 剛才剛好 這樣 這人真厲害 人就 生物的生物真厲害 看來這手部可以下映的 就把它做得更好 他說 三維四維求高明之利者展之 如果 如果大到 有三四維 他剛才說一維有幾齒 八丘 三四維 就是說 差不多 這個 那個 兩棟瓦 還是三棟瓦 那個 那個骨幹 樹幹比較粗 比較大 就是說有三四維出的時候 求高明之利者展之 高明就是高大的房屋 利就是汙洞 就是說 很高大 很漂亮的房子 意思就是 像 建的很豐華 很大間的房子 就要戳這個 展之 很要砍氣 意思就是 這個 這個邱氏 博氏跟商氏 如果大到三四維出的時候 想要做高大房屋那些糧住的人 就會把他砍氣 七維八維貴人富商之家 求殘旁者展之 如果家屬說那些糧沒用撤掉 我當大到七維八維 那些糧住的時候 富貴人家 貴人富商 富商之家 就是富貴人家 求到尋找 尋找尋 這些 殘旁者展之 這個殘旁 這個殘的意思就是 一瓶而已 就是 要去做棺木 以前我們棺木 就要兩瓶合作一瓶 他這個大到七瓶就是 一支茶有那麼多人 不用摺兩瓶會摺 那個棺木是兩邊嘛 他不用 他一個樹幹 戳起來 就可以 做棺木 不用過摺 這是殘旁 就是說 他能夠獨戶 做成棺木的左右散 殘旁 所以說 富商的時候 像這個 房子要用這個 做糧錢 四年肝茶要用 豬這麼好買來營 富貴人家會心想 整片的棺木 就會將這個 樹木砍去 故為中其天年 而中道之妖於金乎 此財之範 故得所以 他們呢 始終不能 為中 來享受他們 中享天年 半途就妖折在什麼 刀斧之下 妖於斧金 這就是什麼 此財之範 有用之財的後患 因為你這很有用 洗得到人家就在笑聲 三維四維 差不多 一兩把那個手 拱把之上 就要把你 提起這個 居活的膏 活子的一個木酸 三十五維大的時候 就要撤去 做房子的屋主 七八維的 富商人家 用去做那個 民國 兩邊合作會的時候 可以做 做棺木 整片的棺木 比較不會用過激 因為我們 棺木都知道 你如果沒有那種 酒坑還是沒有那種 就是容易 空氣 那種是說糖也容易 這個跑進去 那棺木就容易 受到一個 腐爛 損害 所以觀察都要擁護 這就是用 手勃去比雷 剛才我們說的 那個 樹木在比雷 想過 剛才那兩人說 沒有路徑 現在又說這個有路徑 都要創掉 還再來比 一呢比動物 故 解之以牛之 白賞者 以臀之剛彼者 以人有事病者 不可以適合 此皆無知以知之以 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 所以為大祥也 解的呢 解的解除啊 消除啊 古時候我們 古早時代 宗教比較悲心 祭祀的時候就是祈禱啊 要解除災難啊 要有一些公平 要啊 所以古時候祭祀祈禱 搞神靈的時候 要消除災害啊 啊就是呢 要用戒瓶啊 但是喔 那以牛之白賞 那個白賞呢 那個賞是額頭啊 就是說 白額 那個白 白色的額頭的牛 就是說他的牙頭 牛頭的牙頭 那白色的白賞 賞是額頭嘛 啊跟什麼呢 豚之鋼鼻者 這個鋼鼻就是什麼 那個鼻孔上翻的意思 瓶 瓶瓶瓶瓶瓶瓶 那個鼻子 鼻孔上翻的豬 衣人有釋病者不可以釋核 以及 有釋病者就是 說是對稱的人啊 都不可以用來投核祭神 釋核的投核 孝蟬事代原子很奇怪 用人祭啊 用動物去祭啊 prize 硬 sé啦 既え還不可以平安 鼻孔上翻的豬 生地症的人 都不可以用來投河 還是來寄審 不可以適合的投河 還有河繩 如果我們要過這座河 怕會有什麼河繩 會作弄 就是說求平安 古早時代不像高通方便 都市場有過客過河 就要聽到 要解准 不像我們這座的方便 是不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災難 什麼火星 溫烈的時候 就要戒拜那些神 古早時代既既怪怪 都有很多東西 種族在這裡出來壁壘 他說處這無知 以知之語 無知就是無私 古早時代沒有異性 這個無知 就是我們像篩公 災公 那些是說無私 他說以知之語 這些無知 無俗 就是這些無私 都知道這些事情啊 所以說那個白色的額頭的牛 跟那個鼻孔上翻的豬 跟我們人有生的底層的人 不能拿來當祭品啦 所以為不祥也 都知道什麼 這都是不吉祥的 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殊不知道 你哪裏知道 這正是神人 以為最吉祥的 他說這個不祥 但是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能保全自己免於犧牲 那不是大祥嗎 對不對 什麼人要去用鐵一祭拜 這樣不祥好像 其實神人認為這是最吉祥的 所以不是說我們頭上 那頭上有一個說神人以此不才嘛 是不是剛才上面有一句我這樣講 是不是 這就是南博子貴所感悟的 我們頭上有一個南博子貴所感悟的 宗族的事啊 他們的宗族貴所感悟的 神人以此不才啊 所以說這可以忠祥天年啊 所以歸結在神人的身上 不用為大用啊 不祥為大祥啊 這就是跟我們講這個道理 所以 在這個宗族的 研究宗族有一個比較專門的人叫做郭相 他有一句話這樣講 在這段裡面他有這麼一個說明 他說服務王不察於百官 顧百官義其事 而明者為之事 聰者為之聽 智者為之謀 勇者為之漢 服務何為哉呢 賢莫而已 賢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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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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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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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